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会来到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忠告呢 让我们首先来认识他们 周福德 疑难肾脏病的克星 专注肾病三十年 陈民 抵御糖尿病肾病的哨兵 让肾远离甜蜜陷阱 流利 肾脏安全的守门人 守护慢性肾病患者的最后防线 好 我们用热烈掌声欢迎三位医生的到来 欢迎他们 欢迎三位 有请 首先 那我们就来听一听 我们的周福德医生 会给大家带来怎样的忠告 您的忠告是 脸白了 肾坏了 好 这个您要跟我们解释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忠告 脸白呢 就是拱中毒 我先给大家讲个故事 几年前 我们病房收了这样一个病人 三十多岁女性病人 得了普通的肾脏病 水肿 蛋白尿 这一天我去查房 一推开门 我就看不对了 这人脸特别白 特别白 那不是正常的白 我就联想起来 有没有可能是拱中毒 我就问他 我说你有没有美容的历史 他告诉我 有 半年的美容历史 我就让我的夏季大夫 给他查一个尿拱 结果他达到了 拱中毒的诊断标准 是由于美白产品 引起了拱中毒 要证实这件事 我们再看看美白产品 这拱的含量到底如何 做化验 结果显示 他这个美白产品 这个拱的含量 超标了4600倍 4600倍 就是这个产品的使用 导致了他拱中毒 对了 被肾脏伤坏了 所以呢 今天我们的周医生 会带来这样的忠告 您所谓的这个脸白了 这个白跟他们 你看这小脸蛋 红土土 白粉白粉白的 跟这个白不一样吧 不一样 这是就是这个病人 当时我看脸特别白 跟我们中国人的白不一样 面无血色 不是真的 你看能特别明显 它那个白跟那个脖子的 那个正常的肤色 完全不一样 我们管它叫熊猫脸 就是就脸白呀 跟熊猫一样 哦 哎 就面部 发白 它还有另外一张照片 嗯 还有吗 还有 你看 你看这就正常了 正常的 正常状态 它去 我们给它去拱以后 它的皮肤颜色 就恢复正常了 哦 对于医生也特别重要 因为这种情况 孔中毒肾病 我们做过研究 它跟普通的肾病 没有区别 表现完全一样 所以让医生要注意识别 在工作中注意识别 它长得一样 跟普通肾脏病没区别 医生需要去询问 有没有接触孔的历史 及时地诊断 孔中毒肾病 避免物质 哎 这个特别重要啊 周医生 以前大家好像都关注 说化妆品当中 说千的含量超标啊 不合格 哎 今天我们听到 化妆品里面 就不合格的化妆品里 里面会有拱 对 但是其实这个 正规的化妆品 是不允许添加的 对 我们国家有标准的 有标准 它的拱含量 不能超过一定值 这是要严格检测 正规的化妆品 没问题 那这个拱 就抹在脸上嘛 对 就怎么会进入到体内 然后进入到身体 为什么会累积 会伤害到肾呢 非常好的问题 因为这拱啊 通过皮肤可以吸收 皮肤吸收进到 体内就进入血液 我们体内的血液 有四分之一 要流经肾脏 所以肾脏是个最脆弱的器官 非常容易受到伤害 血汗多了以后 就经过肾脏排泄 量多了 就伤及到肾脏的各个细胞 引起了肾脏损害 这是第一个机制 直接损害细胞 第二个机制呢 这个汗是一体的金属 我们体内免疫细胞 对它进行识别 产生之类它的抗体 形成抗原抗体处合物 进入一块异常的东西 在肾脏沉积 引起一种病 一种类型的肾脏病 这两个机制 比如说您说的肾坏了 肾脏如果出了问题 会导致什么样严重的结果 我们最严重的就是肾衰竭 肾功能衰竭 尿毒症 这是一方面这个结果 还有另外一方面结果呢 出现水肿 肾衰是很严重的 可以要人命的 所以正是基于这个肾脏 如果出现问题 会导致身体一系列的 严重的状况 所以今天我们专家带来了 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 忠告给大家 不要随便 为了脸白 先轻易地不要去做这些 就选择不合格的产品 所以我们再来 请我们的周福德医生 再次来给我们重复一下 您的忠告 脸白了 肾坏了 好 那接下来我想这六个字 对于我们今天现场的六位来讲 肯定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想问您 我们来进入到随堂提问环节 报告 你看这脸白的人 他就爱提问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主要是我觉得这个 怎么说呢 就是对我的这个影响很大 因为我经常会使用美白产品 效果还不错 种类粉 对 你看这还是挺有说服力的 没少用 而且种类也很多 所以我就想请教专家的就是 那怎么判断 我常用的美白产品 到底会不会让我拱中毒呢 没错 这个问题问特别好 大家都得认真地学习一下 回来也得赶快检查一下 自己的化妆品 来看看家宝的问题 常用美白产品如何判断 自己会不会拱中毒 有请 非常好的问题 第一个 我们就看外观 你特别白 像我那类病人的照片 它不像我们正常的白的颜色 白里发青 发青那种白 不正常的白 有可能拱超标了 但是在座的各位 应该没什么大事情 您看看我这个脸 很正常是吗 这个白 对 正常的白 这是第一 第二 第二个出现浮肿 为什么 胜肠病症状了 我们有蛋白尿 丢蛋白 血里蛋白低 引起水肿 水排不出去 就肿了 肿了 明白了 第三一个 第三个出现泡沫尿 这个尿里有很多 细小的泡沫 很久不消散 有可能有公众毒 就有肾病 它有蛋白尿 第四个 你这美白的速度太快 很快就白了 时间很短 就白了 所以有一些 就是 效果特别好 对 对了 就是我接触过 做化妆品的朋友 他们说 谁要真的能解决 美白这件事 那就真的 世界首富了 但是他说 你一定要记着 如果有一个产品 真的一抹 立竿见影 变白了 他说这样东西 可千万不敢用 就是您说的 这里边可能 供含量很高 所以其实 就是特别提醒大家 什么呢 就是说 不是说 不让大家去美白 而是说 你要选择 正规的产品 还有一点 就是你要有一个 正确的认知 你别说 我就拼了命地 想去白这件事 可能对 脸是白了 肾坏了 好 接下来我们看看 还有谁要提问 科哥 我有问题要问 那刚才您说了 像美白的化妆品 包括我身边 还有人吃那个 什么美白丸 我觉得这些 都挺恐怖的 对 因为拱中毒 刚才您说 这肾就坏了 那我们生命 有可能就 所以我想问问 生活中 还有其他的可能性 接触到这个拱吗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我们来看伊林的问题 生活中 有哪些 能接触到拱的可能性 非常好的问题 第一件 去斑的产品 是豆 长青春豆 抹的外用药 为什么呢 这拱啊 是一些治疗皮炎的 以前治疗皮炎的药 还有拱 有一定消炎作用 现在几乎不用了 用的量也不要太大 几乎不用 那我曾经见过 这小女孩长青春豆 去豆 人说传说效果特别快 抹去豆产品 豆没了 肾坏了 肿了 最后我们一查 是肾脏病 拱中毒 哪来的 去豆产品 你看 脸白了 肾坏了 豆没了 肾坏了 对 下一个 第二个 染发剂 染发剂 头黑了 肾坏了 待会我给您总结出来 这个有一个例子 我这个接触 拱中毒肾病 第一个病人 是一个理发师 他告诉我的 在我们院诊断 一个肾脏病 做了肾穿刺了 看门针 我没有用任何药物 它就好了 我就问问 我说您是干什么的 他说我是理发师 他说 我怀疑你这个病啊 可能是跟某些重金属 有关系 我说您给我讲讲 你这个理发师 接触的东西 有没有这些重金属 他说有啊 什么 染发剂 里头有肱 他告诉我的 他专业人士 他在没有防护的情况下 用手做染发 之后把自己染成了拱中毒 染发剂 我还接触过 就是年纪比较大一点的 这个理发师 他们说 就是 他们会给别人染头发的时候 会特别强调说 这个染发剂 不能挨着头皮 要离开一点距离 对 当然这个强调 都是过去的那些 那个时候 我们对这个病的认知 可能对 一个是过去 我们这种认知的 没有现在这么高 还有就是 日常生活当中 千万不要图便宜 不要相信什么各种 各样忽悠你的那些话 不要买那些 没有生产厂家的 或者假冒伪劣产品 对 我们再次掌声感谢你 谢谢周医生 谢谢 有请陈医生 那同样 我们首先还是来听一听 我们的陈医生 带给我们的忠告示 您正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健康之路节目 有请陈医生 那同样 我们首先还是来听一听 我们的陈医生 带给我们的忠告示 糖尿病 肾脏的头号杀手 通常大家会讲 糖尿病 会对这样那样 什么造成危害 但没想到 居然是肾脏的头号杀手 这个要来解释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忠告呢 首先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这是我的一个病人 三十多岁 平时身体状况非常好 又高又胖 参加工作之后呢 生活非常不注意 首先由于工作的原因 吃都不注意 经常胡吃海塞 应酬非常的多 然后吃的量也很不节制 平时老抽烟 总是喝啤酒 尤其对甜饮料 喝得很多 2.5升的可乐 看场做球赛 能喝一瓶 平时也不体检 这得病的时候呢 就是发现背上长了阶子 非常不容易好 阶子和阶子之间融合 就形成了 庸 就是一大块浓肿 就很奇怪 这么样的年轻人 为什么容易得 这么严重的感染 结果一查 是糖尿病 但这个时候 他还不注意 没有注意控制血糖 也没有注意控制血压 又过了一两年 尿里就出现了蛋白 但这个时候还不重视 就说 我就一个加号的蛋白 没关系 在这之后 陆陆续续出现了 眼底的病变 眼底出血 眼睛几乎就看不见了 到这个时候 他才想起来重视 这个时候尿蛋白 已经是三个加号了 几年之内 不到40岁 迅速走到了透析 那就是肾的功能 基本上就丧失了 对 非常可惜啊 对 为什么会这样呢 糖尿病很容易伤及肾脏 嗯 在据统计 在糖尿病的患者当中 大概发生肾脏病变的 有20%到30% 但是现在由于咱们生活方式 发生了变化 由于生活好了 大家吃得好了 又不太注意运动 所以糖尿病就越来越多 那么所带来的糖尿病肾病 就越来越多 嗯 那么据我们自己的研究显示 在中国 过去卫生条件不好 肾脏病大多数是由于一些 感染性疾病造成的 那个时候我们常说的概念 就是肾炎 对 很多跟感染是相关的 但是现在卫生条件好了 这种代谢性疾病 特别是糖尿病 引起的肾脏病 已经上升到了 慢性肾脏病的第一位的原因 所以我说 糖尿病是肾脏的头号杀手 您能稍微解释一下 为什么得了糖尿病 就会伤害到肾呢 准确地来说 得了糖尿病 身体很多很多器官 都可以出现问题 对 肾脏仅仅是其中一个代表 我用一个通俗的例子来 一句话来说呢 血糖高了 我们身体的组织细胞 全都泡在糖水里头 它会坏的 再举一个通俗 但是不太恰当的例子 蒜都会长芽 但是糖泡过的蒜 糖蒜是从来不长芽的 说明什么呢 它里头的糖 会让这种蛋白质 等等很多结构 发生变化 同样在人的器官当中 如果出现了糖尿病 肾脏是一个 经常受累的器官 还有其他包括眼底 神经病变 血管都可以出问题 但是糖尿病肾病 在早期 是一个可防可治的疾病 如果在刚刚出现 糖尿病的时候 我们非常好的 把血压 血糖和血脂 还有吸烟 这些危险因素 控制住之后 很多人可能就不出现 糖尿病肾病了 就根本就不会得这病 有可能 但是当您出现了 早期的糖尿病肾病 就是有微量 白蛋白尿的时候 这个时候通过 把血压 血糖 血脂 控制好 用一些治疗糖尿病 肾病的药物 这样的情况下 早期的糖尿病 甚至是可以逆转 就是得了 但是回去了 早太重要了 但是如果你没有 在早期抓住的话 当你出现了 比较明显的 蛋白尿的时候 这个时候 就不能够治愈 或者是逆转了 就像这个车 开起来了 我们没办法 让这个车停下来 或者是挂道挡 我们只是能够 踩一脚刹车 让它往前 开得慢一点 但还是会往前开 就只能说是 延缓这个病程 对 让它不要那么严重 对 但是如果再晚 到了大量蛋白尿 甚至肾功能不全的时候 这个时候 踩刹车 也都非常困难了 这个时候 它就会往前走走走 最后到终点掉下去 就是我们所说的 尿毒症 透析 通常来讲 陈医生 就是这样的一个病程 假如说 就是不加任何干涉 大概这个病程 要多久 如果不加任何干涉 大概五年到十年 可能就发展到头 那是非常严重的情况 非常严重 尤其是糖尿病患者 一定要高度地关注 我觉得您说完这个以后 大家肯定肯定 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但是 正是因为糖尿病 对肾脏会造成 这样的损伤 所以您要再次来重复一下 您的忠告是 糖尿病 肾脏的头号杀手 千万要关注这个 头号杀手 来 我们接下来 继续进入到我们的 随堂提问环节 报告 我有问题要问 陈医生是这样 我本人就是一个 糖尿病的患者 那我知道 糖尿病的这个 这个严重程度 它是循序渐进的 我想问的问题是 我在什么时候 一定要警惕这个 糖尿病肾病了 太好了 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 应该是 为我们很多很多 糖尿病患者来问的这个问题 来 看看王叔的问题 糖尿病患者 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应该关注肾脏健康了 这位叔叔 您提的问题非常好 而且像您所说的 这个糖尿病肾病 是由于在糖尿病的基础上 循序渐进出现的 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从理论上讲 从出现糖尿病 到出现肾脏的损伤 至少需要五年 但是在现在的社会当中 绝大多数糖尿病 或者说大多数的糖尿病 都是二型糖尿病 二型糖尿病 并没有明显的症状 比方说 吃得多 喝得多 尿得多 消瘦 这种典型的 三多一少的症状 所以当您知道 自己得了糖尿病 特别是二型糖尿病的时候 您并不知道 它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对 对 对 有可能是五年之前 有可能是十年之前 所以在这里要强调的是 对于二型糖尿病 一旦得了 我们就需要关注 肾脏的健康 立即 马上 对 对 这意思 因为您不知道 是什么时候得了 对 对 因为这个糖尿病 它是悄悄地上升的 你一点感觉都没有 对 你查体 或者是什么时候 偶然发现 对了 所以陈医生 今天带来的这个忠告 太重要了 就是说 当你明确诊断出来 你是糖尿病 是二型糖尿病的时候 你其实已经在这个病的过程当中 已经可能五年 甚至时间更长了 可能时间更长了 对 你的肾脏 其实就已经受到了损害了 有可能的 那也就是说 你确诊的时候 就得赶快去关注 对 确诊 二型糖尿病的时候 就应该关注肾脏了 需要去查血 查尿 一项是尿的微量白蛋白 第二项是肾小球的滤过滤 主要是这两个 到医院就 就是 就是怎么查 这是个专门的检查 尿的微量白蛋白 是通过查尿 又专门的检查 肾小球的滤过滤 一般来讲 我们测的是 估算肾小球滤过滤 就是通过血基干 还有一些 这个人体学的这个指数 计算出来的 简单来说 查个血基干就可以 好 谢谢陈医生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 还有谁要提问 报告 陈医生您好 就是刚才 我听您说完的那个患者 他那个案例 我呢 特别担心 我的这个糖尿病肾病 会出现问题 因为 发生在我身上 我曾经 就是一顿饭 喝那个1.25升的那个饮料 我一次 喝了三 三瓶 我一个人 喝了三瓶 所以 我现在特别担心的 就是 在我身上会出现这个 我就是想问一下 糖尿病肾病 最早期 它的信号 是什么样的 让我 就是及时地发现 对 及时地注意 对 对对对 是能查出来 还是能感觉到 对吧 对对对 来我们看看周哲的问题 糖尿病肾病 最早期的信号 是什么 谢谢您这个问题 但这个不太容易 因为糖尿病肾病 最早期的信号 其实刚才我回答 主持人的问题 主要是通过两个化验 一个是尿的 微量白蛋白 一个是肾小球滤过滤 这是早期的一些表现 但是这两项 一般来讲 都是得通过上医院 来查血 查尿 才能够实现的 如果您谈到一些 主观的症状 可以给您一个建议 就是当您发现 尿里头 墨子增多的时候 这个时候要关注 还有一些早期的病人 开始尿里墨子并不多 但是活动之后 尿里泡沫就增多了 这个很可能 是尿里出现 微量白蛋白 甚至大量白蛋白的 一种表现 所以就是 它还是具有 一定的隐蔽 隐蔽性的 除非您到医院 去做专门的检查 它是相当隐蔽的 正是因为它相当隐蔽 很多人不重视 不去查 所以到后面 才不可收拾 所以今天我们谈的 就是糖尿病 肾脏的头号杀手 虽然很可怕 但是早期可防 可治 您能不能有一两句 跟我们讲一个 表现比较好的 患者的事 我自己 我早在33岁那年 就发现血糖 几乎接近于 糖尿病的边缘了 但是这么多年 我一直非常严格地控制 所以到现在 不仅血糖也都正常了 然后所有的把器官病变 一概都没有 到现在15年了 向您学习 真的我觉得 陈医生特别了不起 就是一个是 自己要身体力行 然后还会有这样的 医学的知识和经验 分享给大家 我们再次把掌声 送给我们的陈医生 谢谢您 谢谢 好 有请刘医生 那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今天我们刘丽医生 给我们带来的忠告是 您正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健康之路节目 本栏目由 吉林奥东安神补脑叶 独家冠名播出 有请刘医生 那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今天我们刘丽医生 给我们带来的忠告是 别乱吃药 小心肾病 别乱吃药 别给自己当医生 您得跟我们先来说一说 为什么您会给我们 这样一条忠告呢 首先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 是我的病人 这个故事发生在去年 八月份啊 这个小王刚毕业 大学毕业 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 工作挺忙的 但是他呢 为了好好表现 为了得到晋升 所以呢工作呢 也非常认真 经常加班 结果终于啊 一个月的时间啊 他干不动了 表现啊 有点鼻塞 流鼻涕 还有点滴烧 已经出现明显的症状了 这时候啊 他先去社区院 简单看了一下 社区院医生说 你这个就是上呼吸道感染 给你输点液 好得快 三天输液过去了 症状不是特别好 他自己也觉得 我得赶快地恢复啊 他自己就想了办法 吃点什么感冒通啊 买了点小药吃啊 想自己恢复得快一点 到第四天去输液的时候 输液过程当中 他出现了明显的 这个胃部不适 实在是坚持不住了 等回家以后啊 当天晚上 他就出现了明显的腰疼 这疼得特别难受 他就上厕所一尿尿啊 发现 哎呀 这个尿都成了墨绿色了 啊 住到我们身那颗啊 给他完善一系列检查 还做了肾穿刺 哎呦 就是究其原因就是 病因明确了啊 乱用药 给他充分地输点液 补点液啊 观察 简化尿液 哎呀 慢慢地 哎呀 小王的肾功能 恢复到了正常 从他活蹦乱跳健康人 到开始乱吃药 到这么严重 多长时间 其实这整个经历啊 一个月的时间 啊 但是一个月啊 小王过得很痛苦啊 这个吃药 这个大起大落 您能稍微解读一下吗 就乱吃乱用药 为什么会伤害到身 我们肾上 它帮助我们去净化 我们的血液 嗯 所以呢 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排毒排水的能力 啊 这是它的很重要的功能 它这个功能 基于它非常特殊的 解剖结构 啊 这种特殊解剖结构 就使它成为一个 药物及其代谢产物的 一个高基聚 高代谢 高排泄的 这么一个场所 所以它是个净化器 首先啊 肾脏在体内啊 它是一个 血流非常丰富的器官 我们心脏 每蹦出的血液来说 有四 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都会流经到肾脏去 哦 所以非常大量的血流 要流经到肾脏 那比如说 这个药物更容易达到肾脏 所以在肾小管 是药物一个代谢的 一个主要场所 哦 在这个地方呢 要代谢药物 所以呢 这时候呢 肾脏管上皮 内外就会有这个药物 和它代谢产物的基居 那容易上肾了就 结晶之后 它就会对肾脏本身 造成直接的毒性作用 还有它有可能 它有可能堵塞肾小管 下耳道不通了 毒素排不出来了 肾就坏 哎呀 所以是这么一个过程 这么重要的这个功能啊 脏器 结果如果就是大量的这种 使用这种药物 乱吃药 那最后所有的累积 都伤害在肾上 对 所以我们肾脏 其实挺容易受伤的 对 我希望大家好好保护肾脏 医生这么一讲 我们才发现 这么强大的功能 但其实它本身 是非常脆弱的 很容易受到伤害 对 所以今天我们真的要 特别特别感谢您 所以再次强调一下 来 再重复一下 您给我们的忠告是 别乱吃药 小心肾病 这个话题一抛出来以后 大家肯定也是 马上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要问您啊 来 我们进入到随堂提问的环节 报告 我有一个问题啊 我想请教一下医生 您刚才说别乱吃药 所以我就想搞清楚 是所有的药都不行吗 还是说部分的药不行 还是说这个药使用不当不行 反正我这个问题呢 就是怎么甄别 什么药会损伤这个肾脏 问得好 来 我们看看家宝的问题 怎么才能知道 药物是否伤肾 首先问问小妹妹一个问题 小妹妹一般 如果万一要吃药的时候 你的说明书是看一下 还是直接扔掉 我基本上 反正我基本上不看 是这样的 就是咱们因为有处方药 和非处方药 可能你的处方药 从医生那儿开出来 相对我觉得 一般都是安全的 但是也不要过量地吃 不要超剂量吃 那一般的 要是非处方药拿到手里 有时候你只是 直接从药店买来的 这时候你要特别注意 看说明书 因为说明书给我们很大的帮助 您可能没看过 一看这眼神 在座六位 这个 很少看 看过那个药的里边 那说明书的 请举手 我看过 就是没看懂 看得懂 大概能看得懂 你看什么了 字 对 你看那说明书 是要是看什么呢 不良反应 我看不良反应看得多 就是我看完之后 我看这个会不会有什么 大的副作用 要是副作用 我一看跟这比例差不多 我就不知了 所以我就看这不良反应 对 那我们赶快请教一下 对 小弟子说得还挺对的 看什么 看不良反应 这是比较好的说明书 会列举 一般都会写出不良反应 尤其就是国外进口的 要写的会更详细 当然也别被他吓到 因为发生比例 有的是很少或极少什么的 然后呢 我们更重要还注意它的疗效 那另外呢 顺不顺我们看什么 比较好的说明书 会给你写上禁忌 比如说这个说明书 它写的 肝肾功能不全者禁用 那您可能 如果是个肾病患者 要特别小心 不要以这个 对吧 这种词 所以要把这一句挑出来 对 还有的时候会写什么呢 注意事项 注意事项里会写呢 比如说 轻度肾功能不全的患者 应该怎么吃药 中度肾功能不全的患者 怎么吃药 重度的 可能就不建议吃了 它会有这样的一个 剂量调整的指示 所以其实说明书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老百姓讲 试药三分毒 就所有的这些药物 它在治疗你身体 某些疾病的同时 它最后都会 像您刚才说的 这个代谢的过程 会经过肾 都会对肾产生 各种各样的影响 所以你看 几乎所有的药的 说明书上都有这一行 都跟单身功能 都会提出 我就发现现在有些 就是大家有时候 拿着一看说 一天两次 每次三片 现在很多药品包装 外面不写这个了 它就强迫你去 打开说明书 去看一下 就真的是要提示大家 对 一定要关注 对 在这里也想给大家 举几个小例子 我们举几个常见的 可能会影响肾功能的 这些药物 大家也提个醒 比如说解热镇痛药 这是一类什么药呢 我觉得女孩 可能更熟悉一些 止疼片 或者是含有 对于腺氨基氛的 这类药 我们为了止疼 这一类药物呢 它就有直接的肾脏毒性 所以绝对不能长期吃 就是千万千万 别乱给自己开 对 很多人说 哎呀 头疼脑 抓一吃了 这真的是特别危险的 不能大量长期的 对 是的 因为我们见过 这样的病人 造成最后慢性 兼职性肾炎 最终走到 透析这一步 就挺惋惜的 那就是去腾片之类的药 常吃的话 直接对肾功能 有损伤 是的 那么有些 现在你看 像我们这个年龄吧 有好多男同志 女同志 她的关节 都有点问题了 经常吃这种 那么出去有一个活动 你就吃一片 否则你根本就跟不下来 这种长期吃 肯定是不好的 对 建议您 第一 其实我觉得 咱们医院现在 有疼痛门诊 可以去疼痛门诊 去了解 我这个疼痛 到了什么级别 可以选的药 有哪些 这是第一个建议 第二个建议呢 如果真的是要吃 偶尔尖断少量吃 是可以的 所以您尽量地要监测 血压不要低 然后不要脱水 适当多喝水 都可以适度地减轻 她的这个肾脏的水 所以我们再回到 刚才周医生给的 那个建议 再加一条 烧退了 肾坏 不疼了 肾坏 所以其实说一千到一万 我觉得今天 医生们来给的 最最重要的提示就是 关注肾脏的健康 然后请尊医主 不要乱服药 对吧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还有谁要提问 报告 刘医生 我想问您一个 特别关键的问题 当然也是 替所有的家庭 问一个问题 就是家里有老人的 和有慢性病的患者的 他们需要长期服用 这个药物的这些 慢病患者 他们如何避免 这个不要 就是在服药的过程当中吧 不伤及肾 这个问题问得 太关键了 来看看周哲的问题 需要长期服药的慢性病患者 如何避免伤肾 您赶快跟我们来讲讲 对 这位大哥问题问得特别好 我也特别想提醒在座的各位 就是因为我们呢 尤其是肾病患者 真的是吃的药还挺多的 尤其到了最后的 肾功能不全了 药品特别多 甚至是五种十种的 都有可能 那么这些患者怎么去注意呢 第一还是要科学合理用药 用的药一定要去正规的医疗机构去买 不要自己从外面买 不要买偏方 而且呢 如果说有肝肾功能 不太好的患者 一定要注意 避免使用伤肝伤肾的药 或者说肝毒性肾毒性偏大的药 这也咱们也要注意 另外用药的时候呢 要注意疗程 不要说用得太长 剂量不要太大 当然其中也要遵医嘱 如果你这个病 需要用这个药 而它的疗效 胜过于它的不良反应 我们可能可以考虑使用的 然后还有一点 可以提醒的呢 就是因为咱们现在 其实随着国家的发展 临床药师 这是一个新兴 这个行业 这个临床药师 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帮助 一般通过他们的建议呢 一般建议呢 就是五种以上的 这个药物联用啊 不良反应发生几率 就会达到30% 会更高 更单用的药 那么这时候呢 可以找临床药师 去做一些药物方面的 服用的指导 比如咱们举个小例子 几个小例子啊 比如说我们 甲状腺功能减退的时候 吃的优甲乐 那就一定得空腹服用 吸收才最好 那咱们比如说 我们肾病患者 吃的降临的药 像这种碳酸兰 斯维拉姆 碳酸钙 粗酸钙等等这些 一定是餐中服用 效果才最好 还有呢 就是我们肾病患者 因为贫血需要补铁 补铁的药呢 因为会受到食物的这个影响 所以一般建议空腹服用 或者是餐后 一到两个小时服用 所以它有特殊的 一个服药的时间 也尽量地跟其他药物分开 减少药物不良 之间的相互反应 还有呢 最重要一点就是 我们在服药期间 一定要监测 我们的肝肾功能 我们可以监测 我们的尿 可以监测 我们的血肌肝肾功能 来帮助我们更好的 维护我们的身脏 减轻它的损伤 今天我们请到 我们北京大学第一院的 我们肾脏内科的 三位医生 他们今天给大家 带来这些忠告 还是建立在我们 七十多年的 整个科室的 这样的一个取得的 经验的基础上 甚至在全世界的 相关领域的专家 共同的认知 和取得经验的基础上 结合着甚至于 像陈医生 结合自身的经历 给大家带来 最最重要的一句忠告 希望今天我们医生 提出的这些忠告 真的能够帮助到大家 让我们共同来关注 肾脏的健康 我们再次把掌声 送给三位医生 谢谢你们 看完电视看直播 有问题直接问专家 也欢迎大家下载 央视频客户端 收看健康之路 在央视频直播 今天要再次感谢 三位的到来 谢谢大家的收看 下期节目再见